第192集 嗯,毕竟是要配合比赛了 无论江南南多么讨厌徐三石 在这个时候也不能发作 第一的答应一声 徐三石心中大愣 或许是因为平时被骂的太多了 江南南难得的柔顺 顿时令她有种心痒痒的感觉 再次暗暗的在心中说了一句 贝贝,我爱你 双方都已经到了比赛台的边缘 裁判大合一声 开始 毫无疑问,侍奉武魂是关键 双方在瞬间就完成了这个过程 徐三石这一次没有懒散的样子 手持玄冥龟甲盾 大踏步的就朝着对面撑着过去 江南南则身形一闪 长腿轻弹,等在她身后 因为徐三石在统领人中 已经是相当健壮的了 江南南隐藏在她身后 从正面是完全看不到的 另一边,杨伊凡和宇孟迪也同样释放出了武魂 杨伊凡的武魂是一柄长城的匕首 别看她身材高大 实际上她却是一名闽宫系障藏师 身形一闪就向侧面照了开来 于孟迪的武魂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她的武魂一释放 大有几分王冬当初释放光明女神蝶时的震撼感觉 一张洁白的翅膀带着浓烈的金色光芒 在她背后伸展开来 顿时于孟迪身上都蒙上了一层蓝盒的金色 充满神圣感的气质 令人有种像要顶礼膜拜的感觉 手上金光一闪 各自多了一柄金色长剑 这可不是什么魂倒气 而是完全用魂力凝聚而成的 脸黄,两子,一黑 五个最佳配比魂环同时出现在她身上 黑色魂环 代表着万年级别的黑色魂环出现了 这也是史戴克学院在这次大赛上 所碰到的第一名拥有万年魂环的对手 对于这第一场 正亲学院也非常重视 这与孟迪在三名魂王之中 修为是排在第二的 仅次于叶无情 她的武魂是天使 尽管现在只是两亿天使 但也已经是相当强大的武魂了 如果她的修为能够达到七环级别 那么两亿就会变成四亿 到了九环封号斗罗时 就是六亿了 每多一对羽翼 武魂本身都是相当是有所进化 这已经是接近于本体武魂的强大存在 因此要说发展潜力 与孟迪可是一点也不必业无情长 对于这第一场 他们同样也是势在必得 史莱克学院的问题 观众们是看不出来的 但一些有明眼人的学院 通过前几场的比赛 史莱克学院的表现 还是能够看出很多问题 这其中就包括正亲学院战队 因此今天碰到史莱克学院 他们不但没有胆气 反而是充满的兴奋 尽管正亲学院也猜得到 这支史莱克战队 局非史莱克学院最强搭配 但是无论怎么说 他们都代表着史莱克 只要能够战胜他们 就是数千年来 第一个战胜史莱克学院的战队 这份荣耀 对于正亲学院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对于这场比赛 正亲学院准备的也十分充分 这第一场更是势在滴得 当于孟迪眼看史莱克派上来的 只是两名四方魂宗时 心中大定 在他看来 这场比赛已经拿下了 魂王对魂宗 再加上他强大的金石武魂 他有绝对的自信啊 背后双翼一拍 于孟迪速度斗分 就像是一颗金色流星一般 冲向了许三石 在他发动的同时 和他明显 有着默契配合的杨玉凡 也行动了 身形闪烁 从另一个方向 猛的向许三石扑来 他们就像是真的 没有看到江南的似的 目标直指许三石 看的样子 就是要一击止胜了 面对两大强者的夹攻 许三石却是不慌不忙 脚下步伐略微一停 笛声道 南娜 你不用插手 当我的信号 一边说着 他手中的玄名龟甲盾 已经抬了起来 于孟迪和杨一凡的配合 极为娴熟 几乎就着于孟迪 正面到达的同一时间 杨一凡的匕首 也从侧面到了 两人的魂迹 也是同时释放出来 于孟迪在释放出那双金色光剑的时候 他身上的第一魂环就闪亮着 此时第二魂环也随之亮起 一双金色光剑瞬间在空中划出一个完整的石子 背后双翼张开 绽放出强烈的金色光运 注入到那石子之中 悦耳悠扬的歌声 从那石子中响起 璀璨的金光 附带着圣迪的气息 指本徐三世印去 只是一出手 于孟迪就展现出了他 这金色武魂的优势之处 他的第一魂迹 名叫神圣双减 是一种奇特的武器类魂迹 而拥有这个魂迹之后 相当于 以双剑所施展的任何魂迹 都是和他这第一魂迹 叠加释放出去的 对于普通魂式来说 两个魂迹叠加释放 是需要很高技巧的 叠加的魂迹越多 也就越困难 要求魂迹彼此的启合 以及使用者的巧妙控制 在史莱格学院 这也是内院的高端技巧 而与孟迪自身武魂 就有这种天然的优势 至少可以做到第一魂迹 如任何一个其他魂迹叠加 圣要狮子斩 这就是他现在发动的攻击 带有神圣攻击效果 不但攻击力强 还有神圣火焰的持续灼烧 他这天师武魂 倒是最克制某些邪魂式 杨一凡的攻击也同样不弱 身为敏攻系战魂师 攻击力就是他最强大的地方 尺余长的匕首 伴随着身上铁耳浑环的闪耀 喷吐出长约两尺的光芒 闪电般指刺徐三十内下 十来个学员在大赛上 一向是万中嘱咐的 他们都看过徐三十在前面的比赛 对这个防御能力很强的学民龟甲钻魂师 有着深刻印象 因此一上来就发起了强势攻击 务必要在最短时间内破掉徐三十的防御 至于在大赛上 一向发挥平平的江南南 自然是更不被他们看在眼中 面对二者夹击 徐三十却是思黄没有慌乱 前中之势猛然一停 紧接着他只做了一件最简单的事情 就瓦解了对方两人的进攻 历死黄环光芒闪耀 玄冥智慌发动 徐三十在一瞬间就和杨一凡对调了位置 杨一凡原本刺向他的匕首 就变成了刺向宇孟迪 而宇孟迪的圣要十字斩 也是向杨一凡身上落去 这就是玄冥智慌的强大之处 每每能够在最重要的时刻 改变战斗局面 但是 徐三十的玄冥智慌 终究不是第一次在比赛上使用了 对手又怎会对他这多次 绽放出强大作用的魂迹 没有防备呢 玄冥智慌射斩的同时 宇孟迪脸上 已经流流出了一丝不屑 右手圣剑向上一台 他发出的圣要蛇子斩 竟然就那么从杨一凡头顶上掠过 直接落下了因为徐三十闪开而露出来的江南南 而杨一凡此处的匕首也没有收回 整个人顺势做出一个铁板球的动作 匕首上的剑芒在空中划出一道弯月般的光雾 指本身后的江南南斩去 无论是硬变还是对于技能的控制 两人的配合都可以说是妙道横跌 原本合击徐三十的进攻 全都变成了攻向江南南 令他们唯一感觉有些怪异的是 面对他们二人的合击 江南南站在那里却是一动不动 但他又绝不是被吓住了 因为他的眼神此时就落在徐三十身上 橘色的胶原上甚至还流露着一丝嘲弄之色 似乎是在问徐三十 这就是你说的守护吗 徐三十确实也没想到 对方竟然默契到这个程度 虽然他也猜到对手会防备玄冥置换 但毕竟他们的攻击已经发出 至少也会手忙脚乱 可谁曾想 人家确实来了个将计就计 江南南这潮愣的一眼 就像是点燃了火药桶的隐姓一般 徐三十的眼睛一下就红了 滚 一声近乎疯狂的咆哮 从徐三十口中爆发出来 只见他手中 玄冥归甲盾正正的砸在地面上 强大的黑色光运 瞬间从盾牌上扩散开来 覆盖着足有十几平米的范围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气罩 线外顶出 在发出的过程中 还释放出 轰隆隆的轰鸣之声 强大的震荡力 一下就将江南南的身体 线外带开 同时也将对手两人笼罩其中 杨一凡的匕首落空了 但与梦迪的舍咬十字盏 却迸发出强烈的金光 眼看就要突破重围而出 可也就在这个时候 徐三十手中的玄冥归甲盾 瞬间光芒大放 盾面上 有奇异的光芒扭曲起来 那种感觉就像是人的肌肉在蠕动一般 然后 整个盾牌的表面就发生了变化 细密 厚重的硅甲上 多了一条墨绿色的蛇 蛇的双眼是新红色的 伴随着它的出现 原本黑色的玄冥震光照 骤然变成了墨绿色 剧烈的轰鸣就像是发生了打爆炸一般 在笼罩的范围内迸发 原本已经有突破重围的圣咬十字盏 瞬间被吞噬 不仅如此 身在其中的杨一帆 首当其冲 全身矩阵之下 直接跌倒在地 与梦迪乃是魂王修为 要比杨一帆强得多了 可就算如此 也是失去平衡从空中落下 神圣双剑交叉在胸前 第三魂迹释放 背后天使双翼向前回护 把身体完全包覆在内 形成一个椭圆形的光界 这才抵挡住那墨绿色光芒的冲击 台下看到这一幕的王炎 不禁张大了嘴 时声道 这 这是 贝贝唯唯一笑道 随非极致 胜死极致 在我们七个人里面 如果是唯一有人的武魂 能够和小师弟的极致武魂相比 那么 就是三十了 只不过 他的武魂是自我封信状态的 没有足够强的刺激 他自己也无法突破封印 现在 看来他是成功了 不过这场比赛之后 他下一场必定无妨参加 在期划之前 他还掌握不了 这身武魂真正的奥义 郭宇浩有着吃惊的问道 大师兄 徐大哥这武魂究竟是什么 魏魏眼中光芒闪烁 神兽血脉无魂 玄武 相比于小号学姐的 邪火凤凤无魂 他的神兽血脉 适得更加崇敬 只不过平时一只 都会处于封印状态 只有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 才会爆发出来 玄武决心状态 就是他 这是最强的 一切魂迹 都会附带上神兽老爷 和史内阁学院的 这边的魂心鼓舞 截然相反 日远皇家魂导师学院的 学员们 一个个都目光呆滞的 盈顺在台上 一向傲慢的小红尘 也是瞪大了双眼 不 这不可能 怎么会有能够 和我媲美的神兽血脉 神兽血脉 不是造诣大国的 快要消失了吗 如果不是我武魂变异 也不可能拥有神兽的气息 这 这是玄武 比赛台上 武魂突破封印 释放出玄武的徐三石 身形一横 已经重新挡在了江南的身边 突破了武魂自身的封印 徐三石本身 也变得有些不同了 他的身材更加高大睽違 已经有着和成年人 差不多的身材 一头短发 隐隐有闭光反出 肌肉膨胀 站在那里 就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我说过 我会保护你的 徐三石 低沉的声音 明显浑厚了几分 更有着平时 所没有的磁性 原本略带轻调的感觉 已经全部消失了 江南的身上的第三魂环 本来都已经亮了起来 但突如其来的变化 连他也惊呆了 他也从来都不知道 这个在他眼中 无耻的坏蛋 竟然 还隐藏着如此势力 虽然 依旧是四环 可现在的徐三石 已经远远不是四环的气息了 玄冥阵的效果 直到此刻 才完全消失 倒在地上的杨一帆 竟然已经完全陷入了 晕眩状态 想要爬 都爬不起来